大家好,今天给大家推荐一个康卫UI的一个新的扩展插件 叫Layer Style 这个扩展插件的功能就是代替我们Photoshop里面的功能 比如说图片编辑的一些功能 还有图层管理的功能 包括通道、遮罩、颜色编辑 还有滤镜效果 也包括字体选择和字体编辑 还有图像调整处理功能 这些功能都可以用这个Layer Style来进行代替 所以说它拥有众多的节点 节点非常的多 都是用来代替Photoshop的功能 这样的话就是我们在Conven UI里面去进行生成图像 功能当中呢 你需要去编辑一下图片的颜色 或者是遮罩 还有通道之类的话 还有图层样式 比如说阴影这些的话 你都可以用这个Layer Style这里面的节点 进行一个代替和使用 它总共分为五大类 我们可以在这里找到这个插件的所有节点 我们点击右键添加节点 我们找到这个DZ Nodes 然后就找到这五大类节点 我们可以看见第一类呢 是滤镜功能节点 第二类呢 是工具类节点 第三类是遮罩节点 第四类是颜色节点 那么第五类呢 是图像风格节点 由于节点特别多 所以说你要使用到哪些功能呢 你可以来到它的GitHub这个网址里面 去搜索查找一下它的节点 在每个节点下面呢 有节点里面 每个选项参数设置的解释说明介绍 就比如说文字编辑类节点 我们在这里呢 可以选择你电脑系统里的字体 在下面这些参数呢 都是编辑字体的位置 还有字体的大小 字体的间距 还有字体的随机大小 还有字体颜色这些 那么后面这个节点 就是给字体加阴影效果的一个节点 在这里可以编辑阴影的颜色 阴影的透明度和扩展的一些参数 除了可以代替Photoshop功能的那些节点之外呢 它还有一些其他功能的节点 就比如说字符串提取节点 比如这个节点组就是上传两张素材图像呢 我们可以用提示词选择红色的车 或者是红色的字符串来选择我们上传的素材图像 比如我们字符串呢是选择红色和红色的车 那么就能够提取我们红色车的这张素材图像 也包括图像混合的节点 将一张PMG的透明素材呢混合到我们的背景图像上 提取图像的遮罩也可以通过提示词来进行一个提取 这是我们Photoshop没有的功能 它还具有提取我们素材图像来生成提示词的功能 那么它需要接入一个API-K 它所接入的API-K的就是谷歌AI Studio的API-K 我们需要去登录到谷歌AI Studio网址 去获取你的API-K来进行一个提示词的一个提取 根据AI提取提示词之后呢 我们也可以将提取的提示词进行一个替换 比如说将这个小女孩替换为一个老年人 来重新生成图像这样的功能 那么它是需要你有特殊的网络 才能接入这样的API-K来进行生成和提取提示词的 如果你的网络不允许的话 是无法使用API-K的来连接到AI来进行提示词提取的 如果使用上AI呢 它能够为你提取素材图像上不同风格的提示词 来进行重新生成 这个插件的节点呢 要比Photoshop里面的功能要更多 比如说颜色提取这些 还有文字直接生成遮罩 还有两个图像之间的遮罩进行一个混合 功能实在是太多了 这里面根本描述不完 像直接去背景 直接提取人物 直接提取图像当中的任何元素 这些功能都是非常方便的 还有图像颜色映射 图像风格混合 另外呢 还有一些用来计算的一些节点 比如说字符串计算 乘法加法 数学运算这些节点 也都具备 那么在这里呢 它还有一个关于SD3的一个节点 在前面的视频呢 我给大家介绍过SD3的模型和工作流 那么它在复向提示词呢 使用了这四个节点进行一个组合 来进行一个复向提示词的一个生长 那么在这个扩展插件里呢 它只使用这一个节点 是将上面四个节点的功能呢 进行了一个混合和组合 使用这一个节点 就可以代替这四个节点了 非常的方便 关于遮罩方面的节点 就这么多的节点 它还有这样的节点 就是我们使用Sedmint Edison节点组 来提取图像当中的人物角色的时候呢 我们输入的提取提示词 是图像当中的物体 这样的提示词 那么它提取出来的人物和花之间呢 是有一些黑色的边缘 这样的遮罩是一个不好的遮罩 那么我们可以使用它这个插件 所提供的另一个节点 可以将Sedmint Edison提取的不好的遮罩呢 去为它进行一个修复 可以产生一个比较好的一个遮罩 使用这个节点 也能够直接提取图像当中的元素 我们只需要在提示词里呢 输入多个物体 它就能够提取多个物体的遮罩 比如像这种透明的婚纱 透明的材质 使用这个节点呢 也能够提取非常不错的遮罩 透明度也能够提取下来 在遮罩提取和组合方面 可以达到比Sedmint Edison提取的遮罩 有更好的效果 它还具有像YOLO这样 能够直接识别图像当中 人物头像脸部这样的功能 还有五官也能够提取 或者是提取素材当中的某一个颜色 所以说呢 这个功能节点非常的强大 大家可以去试一下 像这种人物脸部磨皮 这些滤镜 还有图像锐化 图像高清化 这些功能呢 都是具备的 还有背景模糊 只要是Photoshop有的 它都有 Photoshop没有的 它也有 那么网址呢 我都会分享在视频的下方 大家可以去复制粘贴 有需要的话 可以安装去使用 那么今天的分享呢 就到这里 如果大家觉得这个插件还不错的话 能够对你的工作有所帮助 你请帮我今天的视频呢 点击一下关注加三连 我们下期视频分享再见